好像也還是有些同學有點跟不太上 不過沒關係 如果你現在打得太慢 乾脆這樣好了 我還是一樣把我的完成的 程式碼放在這裡 你記得開啟之後 再把它Ctrl C Ctrl V 不過建議是自己打過一遍 如果你實在來不及 你可以先踹一下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清除 萬連理 清除萬連理 這樣就OK了 這個是我們final的一個樣子 你就做好類似 像這個樣子 但是程式部分還有一些可以再更好了 比如說像這邊 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一長串 跟這一長串 有沒有 還有呢 跟底下這一長串 基本上都重複了 其實重複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通常都會怎麼樣 先給他一個變數 比如說這邊我給他一個x 那這個x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東西 等於這一串 那以後 乘以7這一串吧 就這一串呢 放上去之後 以後這個就用x來取代就可以了 因為把這裡面的解骨的直線放在x 它是一個變數 變數就是記憶體的某一個空間 我把資料放那邊 那將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再把這個地方再改成x 然後呢 這個地方再把它改成x 你會發現 程式的可閱讀性就高很多了 為什麼 他反正 但是他缺點是 你 分階段 東西先放那邊 然後再拿來比較 那一個是直接結果放那邊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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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想 當然 以目前這邊來看 我覺得這個方向會比較清爽一些些 OK 那還有就是說 這個邏輯判斷如果用 OK 那其實用and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判斷是偶爾是這邊過來 有沒有 跟這邊 就是小於1 或者是大於 比如說30 3031好了 那這兩種狀況 我們如果and是中間 中間 所以 其實各位可以看雲段白板 我有一個 畫面 這邊就有放 就是 and的邏輯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不同邏輯 用and也可以 那and就不需要用l 因為直接中間的部分 才是輸出的結果 如果各位回去有時間自己再try一下 也就這個邏輯 要不就偶爾 要不就and 有什麼差別 我想各位可以 自己 試試看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最後有同學會講說 老師那這樣有點不方便 你看我調了之後有沒有 那上面改了 下面有沒有改 下面沒改 要怎樣 要按清除之後 這樣萬年利攤才出來 像如果給人家用人家一定會 會罵說 這誰設計的 怎麼設計 還要再 這麼麻煩 那最好是怎麼樣 是可以 上面改 下面就直接改 下面就直接改 就不需要怎樣 還要兩階段 還要再按 還要按下去 然後改 改完之後 再來 再來做 所以呢 這邊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事件驅動 什麼叫事件驅動 就是說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其實就是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click 點擊了這個事件 被驅動 驅動之後呢 他才會執行背後的程式嘛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可以 去偵測這個工作部裡面的什麼呢 這個工作部裡面的這兩個儲存格 這兩個儲存格如果怎麼樣 被改變的話 那我就去執行什麼 執行 先清除 再 萬年利 所以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先切到我們的 我先切到我的影片